泰德典藏展开幕,带您来欣赏世界名著 高雄市里美术馆今年7月至10月底,为期三个月 展出英国泰德美术馆多达130件珍贵典藏 其中关键作品为罗丹著名的大理石石雕Le Kiss 以及皮耶·波纳尔的浴缸中的罗女 丰富的典藏及世界名著 让民众不用飞出火也能一睹风采 我们精选的30件作品有这个Audio Guide 因为我也非常推荐观众朋友可以好好的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自己用Audio Guide然后慢慢的去欣赏这些作品 因为这次的展览其实也展现出泰德美术馆 作为一个全球现在知名度这么高的一个美术馆的另外一个原因 除了它有非常棒的已经跨全球的一个丰富典藏之外 更重要是它的一个策展的实力 那这次其实是透过用身体这个主题 跨了总共八大主题 含蓄去算是一个九个部分 那大家可以慢慢的从这八个区块可以看到整个身体 在20世纪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1世纪 整个最丰富的艺术流派的一个转变的一个时期 英国泰德美术馆成立120多年来 除了是生命远播的现代艺术大师和后起新秀大展身手的舞台之外 也成为英国指标性的博物馆 而高美馆在今年的吉利邀请之下 与泰德美术馆多方协调 才让台湾民众能有欣赏世界迷住的机会 时光新闻人员带来请愿连高雄三方报道